基隆今天的这场暴雨呢 也造成了基隆五轮国中的行政大楼 后面山坡土石松动以及滑动 那么因此呢 今天暂时停课一天 连线记者丁新雅带我们来了解新雅 好主播记者现在是在基隆市的五轮国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凌晨的一场大雨是造成了山崩的状况 这个整个土石都进到了学校的总务处 而现场的柜子呢 上面都是布满了泥巴 而椅子上桌子上所有的电脑的电器设备 全部都坏了 而旁边布石还有土石在崩落进来 那我们听听看稍早的访问 今天大概是清晨四点半左右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发现 什么学校的警报器的警铃大座 那后来发现是总务处这边 后面这边的后方的土石松动 然后整个往下摊 那我们学校的主任啊校长啊老师啊 我们大概都是五点多就马上赶过来 然后后来发现早上有陆续在摊房 不过摊房的是行政大楼 在学生的教学大楼那一侧其实是都没有事 但是我们为了学生的安全起见 我们还是在十点的时候 那我们经过基隆市政府教育处的核准 那我们就统一停课 好我们可以听到 学校现在是进行了一个全校停课的处置 因为这楼这道楼的楼上就是客人教室 他学生上课有安全上的顾虑 所以现在全校是停课的一个状况 而现场老师呢也赶快把里面的公文 可以用的文件赶快搬到外面 希望还可以清干净之后还可以使用 那以上是现场的最新状况 我们将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 好看到是在这个大雨呢 使得基隆地区山坡土石松动 那么基隆的五轮国中停课的这个最新消息